谁给你上海的 自己的弟弟我洗 在楼上 他我洗 远警货报道场受伤男子表情痛苦 他的背部遭刺伤大量流血 双方是有债务纠纷吗 谁给他上海的 没有回到 你回的吗 没有洗你回到 刺伤人的男子走下楼 面对警方询问说自己是不小心的 开始解释 一般小刀 他去打开的 没有洗你回到 事情发生在高雄丽雅区 13号凌晨一点多 警方接获报案 在一处大楼内 有人遭刀子划伤 男子被捕受伤 大量流血超级痛苦 救护人员到场 赶紧将他送医治疗 经过了解 原来是债务纠纷 引起冲突 陈姓男子日前借5万元 给黄姓男子 当天要来讨债务 没想到两人一言不合 爆发肢体冲突 黄男拿随身携带的 折叠刀挥舞 却不慎划伤陈男 陈男被捕受伤 大量流血 当场逮捕黄姓嫌疑人 并且查扣 犯罪工具折叠到一把 全依杀人未遂 来移送高雄地结署侦办 因为债务纠纷 讨债蒋不拢 竟然就爆发肢体冲突 男子划伤 对方背部流血 被依法送办 记者金线中 红妇人陈姗珊 高雄采访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 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